全令我快樂 全令我無影 低了100度 Sorry 沒有錄了是嗎? Hello 大家好 我是Saint Sir Academy的Calvin 今天來到我們這個節目的新系列 就是我們來做歌曲的難度排名 之所以會做這個系列 因為我的頻道一向都分析很難的歌 但大家已經知道 很多觀眾都說Calvin一集的新影片 就不太過癮了 所以不如試一次說很多歌曲 所以這次我們一次過來講講 張景軒十大最難唱的歌曲排名 我會和各位觀眾一起做一個排名 所以除了我去排名之外 希望你們都在下面留言和我一起排名 當然啦 因為我的歌父是有限 所以希望大家也會在IG和社群 我會不定時問大家的意見 所以希望大家也會在那裡 我會在那裡勇躍地告訴大家 那時候有什麼歌曲 今天我們會以下排名的準則來做評分 第一件事就是歌曲的聲音耐力需求 簡單來說就是會不會有持續爆發的高音 會不會有很多在雲星區發生等等 這裡是佔五分的 第二項就是關於技術要求 例如他有沒有需要做一些 上次說是位置 openSilly 或者是真假音轉換即多 每支就是5分, 最好一項就是咬字節奏 例如歌曲的歌詞密集程度 節奏感可以用太快 是5分滿分 最好一項就是 bonus 如果這一首歌是好豐富的高音 我們以女男生來說就是C5以上 而且她是有穿透力的音色 我們暫時不理她真音、假音、韻音 總之她有穿透力的音色 我們都會在額外加三分給她 最後一個名額就是我的主觀感受 我總之覺得那首歌是很難 那首歌就會加五分 OK?就這麼簡單 可以嗎? 我們事不宜遲 馬上去排名第10 喂 張敬軒獻了歐演唱會 2018年版本的 很棒 Let's go 對 對 對 好,這首歌大概就播到這裡了 每一首歌只會播一點點,因為主要是最難的一段 這首歌排名是第十位 因為這首歌最高音就是A4 一般的男歌手來說也算是難唱的 就是Yeah Ya 那下 其實他對張劍謙的歌是我很好 但段落都比較多 以前演唱會的版本 他的速度比較快 所以在咬字和控制節奏三好 但由於中音位較多 所以真的沒太難 不過改版的變咒挺有趣 沒聽過的大家也是值得聽 所以我給的總分加上是叮叮9.5分 難到位不過不實 我們事不宜遲來到第九位 第九位都是張敬軒的軒仔歐演唱會2018年版本的 不吐不快 Let's go 錯道路,出世需要進步 你我再好也能逃這個歸道 何妙我沒有需要把青春戰敗 只願每天很快,淡出得更快 握手將搖晃 如何悲觀過界 但血勾在後中,不吐不快 不吐不快如果有追開我的影片的觀眾 應該都有看過 在EP30我又講過這首歌 這首歌出了名是歌詞非常密 一本流行曲有400多個字 這首歌足足有683個字 多了1.5倍 而且同樣都是4分鐘的時間 即是說,用器量非常多 不過幸好這首歌沒有太多特別增加音轉換 或是很難的技巧 對於聲音要求的耐力也有差不多 因為最後一段,握手將要安排都到了Bb4 所以整體來說 我自己給佔的分數 主要難是節奏和咬字 為何很大的分數 這裡我是足足給了5分 其他東西是一般般 所以總分是10.5 排名在第九位 接下來我們就要去第八位 第八位就是這個版本 張敬軒PASSION 2014年 這個蘇寧情歌 這首歌很多觀眾都想叫我講 我也知道 不過今天就不斷先講一講 聽聽這個位置 Let's go 我們又知道 很多者聽聽這首歌 加上了,隨便去行 … 這個歌就是這首歌 這首歌的歌曲 在哪製造這一首歌 這首歌的歌曲 和歌曲 這首歌… 在歌曲 一首歌的歌曲 一首歌的歌曲 為何人歌的歌曲 炎邊緩柔 問你 這首歌很多人都知道 它是一首廣東話比較少見的R&B歌曲 Rhythm and Blue 之前跟Emma老師有一條影片是講R&B歌曲 大家有興趣可以過來看看 這首歌曲最重要是groove 對於整個節奏的掌握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R&B歌曲比較多是轉音 而且這首歌增減轉換也挺多 我這裏又給到技術分是4.5分 是這個難度的 所以這東西是難之外 還有高音方面一點不處蝕 因為最後一個 什麼什麼耶 那天好像去到Bb4 而且它是笑笑笑唱唱的 所以真是不得了 那這裏我總分是給到11分 所以就是排名第8位 那不知道各位觀眾看完這幾位 會不會嚇到這些難的歌 原來都是排第8位 是的 因為真的有太多難的歌 我們陸續又來 那如果你也有心目中的頭10位 麻煩你也留言給我 OK 好 來到第7位 我們就是這個 哈 又是我講過的 張敬軒的春秋 好了 也是Hin's Life & Passion 2014年這個版本 我們來聽聽吧 Let's go 歌曲 讓我找到你再借人你得到身外製造行天 傷心算還可以 傷心底留根子 我們在EP15已經很早分析過這首歌 當然它有難度 因為這首歌的難度能排第七位 當中的綜合能力非常高 第一就是咬字比較困難 它是一個E的運務 所以咬字的技術要求比較高 而且有真假音轉換 還有一件事是大家很頭痛 很多時它有很輕的真音 大家可能沒辦法的情況都會轉假音 所以這件事都比較困難 而且最後一段有爆發的位置 其實MV版還有一個轉真音的位置 我在那條影片都有說過 不過這裏就沒有 但其實我覺得一般人來說 唱都有點吃力 加上其實阿謙淑自己 在Live的時候都會選擇降半音 所以看得出你一首歌的綜合難度很高 不過比較可惜的是 這首歌沒有一些超高音 如果這首歌有爆高音的東西 其實它的排名會再向前一點 所以我的比率都很高 4.5 3.54 你看這個分數都算比較困難 OK 好 接下來事不宜遲 我們去第六位 第六位這首歌 我覺得真是難言真心 真是張景軒的缺 我們今次選了MV版本 Let's go 這首歌 這首歌其實我在剛剛做歌曲分析時的EP5已經分析過了 有一個時候用演唱會版其實是降機的 MV版我覺得難度是最高的 而且這首歌在咬字方面是超級難的 因為是做了入聲字來做韻母 樂這個 你不會有另一個語言是會有樂這個聲音 除非是我的不懂那些話 另外這首歌對於聲音的耐力需求 當然是不低 其實最難要說是在最後一段 它有爆真音的位置是去到C5 去到C5這裡是挽回了不少分數 為何我要選這個MV版 因為我要開一遍去拿C5的產品 我自己覺得最後一段真的很難唱 在張敬軒也沒有什麼歌特別需要降機 而這首是其中一首 所以我覺得這首排由第五位是有點不過分的 我自己心目中這首歌是超級難唱的 好 來到第五位的現場 第五位就是 哈哈 潛水了 Let's go 你也可以安心艱鉤 平在眼前鬧事區 然後我們無惡的漂泡 無如想 星就機死足國斋 難道我們能活得消失光趣 打送不歸之旅 平在眼前鬧事區 然後我和奇緣幻想通通實際 人海只可及對追隨 才能順水土手殘下去 好了這首歌其實很多很多軒縮的粉絲 我今天為什麼經常都說錯話 很多很多軒縮的粉絲都有叫我說的 現在終於有機會說一下這首歌了 其實這首歌最難的地方是在於Pitch 它的音很難寫得準 在唱的時候很容易有不適合音的情況之餘 而且它還有大量真假音轉換 而且說的是真假音的聲音很接近 而且音域也很接近 即是由假音轉到真音的時候 很容易破音或是拿不準音的 對於技巧的要求是十分十分之高 所以在這個位置 為了讓它距離…不是 為了真是因為我覺得難 所以我在這個技術要求分 是給了6分 是嗎 我的規矩我一定的 我喜歡給6分 所以它就是排名第五位 至於咬字方面一定是難度 但主要都是因為節奏明快 所以是增加用錯的機會 可以嗎 其實一走音要找到很難 因為它走得很快 所以這就是排名在第五位 你想想 潛水也是排名第五位 究竟4 3 2 1是甚麼東西 我們繼續聽下去 不知道有沒有觀眾跟我的排名很相似 記得留言給我 好 來到第四位 第四位就是這首我第一次聽的 叫做《固圓花茶》 是張建軒在和講樂的這個版本 我覺得這個版本很棒 我們一齊來聽聽聽 Let's go 借用到達名電 老實聯絡在和講樂的音樂 叫做題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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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對著唱歌 叫做題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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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可以瘋了 其實這首歌 沒聽過 但粉絲也叫我聽 會發現這首歌最難唱的部分 就是最後一分鐘 因為 здесь 是拉到真音的 E-ancies 隨便吧,真音運音你喜歡吧 總之是去到Eb5 是一個極誇張的真音 這不是高音簡單 因為如果只是高音可以加三分 它是走了一個極的長 很靈活的Vocal Runs 或者Rips 即是它有一個 不知道什麼 所以對於技術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張景希這場Live我覺得不得了 高音都不在話下 已經說不出話了 就是它很詳細 你聽到它斷了長音是不得了 其實櫻花樹下有個14秒的長音 我也想說 不過沒有,鬥不過頭十位 所以它排在第十二、十三的位置 但Anyway 這一場的水準 我覺得是非常專業 比專業更加專業 所以我總分是比到13.5分 我覺得是真的超難唱 而且真的沒有那麼多技術 你連唱都沒有機會唱到 你明白嗎 所以我覺得這首歌的第四位是名副其實的 好,接下來我們去到第三位 第三位就是大家應該期待已久的 《酷愛》都是2014年的版本 Let's go 好 第3名,2014年版本 這首歌我真的沒想過改編版是會這樣 當然我歌曲分析也有做過 但也可以看看我之前所說的 這首歌對於聲音的耐力要求十分極高 原因是第一,它持續整首歌都是混聲區 而且歌曲的長度是有上下 而且還有一段盡規劃 所以它是很困難的 而我對聲音耐力的要求我真的會給予4.5 而且這首歌的咬字不是很容易 它有很多愛字 所以不小心會忘記了 所以這是最困難的 但最後就是它有超高音力C5 加上推出了C哩的聲音 所以技術要求我足足給了4分 加上3分的bonus 所以就晉身頭三位 是有15.5分 的紅外 她說,學愛也不是最難的歌 不是,不是 接下來這首應該比較冷漫 叫做《最卑微的願望》 我選的MV版本,因為Live是關鍵的 所以我們來聽聽MV版本 神經病,來吧 王佑楠,一目不知道究話 這首歌 不過我一樣都沒有聽過 但之前一直做謙縮的高分析 都有粉絲在下面留言 我終於有機會聽一下 神經病這首歌 我覺得它對於聲音的耐力要求極高 對於技術都很高 因為很多真音其實是M1到C-Sharp 5 那是這一顆 嘩 它是不斷還有 還有什麼根本不衰 不知道什麼 那整件事是神經病了 還有它有很多露音 C裂聲加起來 所以綜合的指數就是 沒有上一唱功 你是不可能完成這首歌 第一你音域如果不到 你做不到 就算音域到 譬如我C-Sharp做得不好 或者我不懂做露音 其實根本是完成不到的 而且它的力量很大 情緒很厲害 那在廣東話來說 我覺得要那麼高音 那麼難唱 咬字又難 是真的沒有幾可 所以其實這裡 我基本上都爆了 除了咬字的節奏 不是很難之外 其他東西都基本上是爆了 所以排名第二 我覺得是名負其實 實至名貴 好啦 最後一位 哈哈哈 是我個人的最愛 OK 來了 Let's go 最後一首 不知道有沒有讀錯字 鳴丁天使 Let's go 這首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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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这想法至少 何一次 你笑脸隐瞒相见 又再与你说说少少 已经不可以 而我要奋斗每一句诗 真切的呼吸也许 幼稚活着意识最好的心愿 这首歌我听粉丝说张建軒录音时 好像录完沙声了几天 不知道啊还是怎样 好像Live也没什么唱 我不知道这个故事 但好像是写给一个友人 这首歌没有爆高音 但它本身对声音的耐力要求是刺马 因为它本身是未升Key 之前 只有一粒G-Sharp 然后它升Key 后就有很多粒A音 其实根本是神经的 因为这首歌的韻尾是什么 它是压一个E音 在广东话来说 就算普通话 其实这个韻尾也是地狱的 所以这首歌虽然没有爆高音 但我直接用了Kelvin的bonus 直接加爆我给它 因为这首歌我心目中 真的是第一位难的歌曲 我希望有机会 我可以分析一下这首歌 我是被爆了 全部都5 因为它咬字又难 技术又高 最后全部东西都高 所以变成最难的 我已经排好了 我心目中的一至十位 不知道你们和我心目中的一至十位 有没有出友 如果有的话 记得留言给我 但不要走 未云的这条片 最后一个是 呼 灵魏 就是这首 Blessing Let's go 这是你想吃嗎 它 是居住居住居住 你 你 你是 这个地方 好了這首歌 純粹給大家聽一下有一個C6的 都沒去到Viso的 其實是一個很高的Head Voice 好像之前你叫我分析過什麼 迪馬熙 那些東西 有機會我們再說一下 這首歌為什麼負0位 因為我唱不了 就是這麼簡單 OK 好啦 所以今天的一至十名排名 已經新鮮郡熱拉出來了 第一次做這個系列 不知道各位喜歡不喜歡 如果喜歡的話 也很開心 但記得分享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還要分享給你喜歡唱歌的朋友 我們之後 希望有機會做多些旅行節目 需要大家的支持 因為你們可能是歌手的粉絲 所以你們可能要多放歌給我 讓我去聽一下 OK 那我就靠大家了 行不行 好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